下面 让我们欢迎来自美国的高庆荣同修与我们分享 心灵法门令身患癌症的母亲迅速康复 令沉迷赌博的女儿重归正途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欢欣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 宗佛菩萨 感恩舍身忘我的恩师台长 感恩大家 弟子来自美国拉斯维加斯 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 感恩心灵法门拯救了我患癌症的母亲 拯救了我好赌如命的女儿 我一直喜欢烧香拜佛 在没来美国之前 每到初一十五 因为白天要上班 我就四点起床出门 去玉福寺拜完菩萨 再赶去单位上班 来美国之后 我四处打听哪里有寺庙 因为那时刚来 还没有车 我就骑着自行车去拜佛 虽然诚意可嘉 但却殊不知 只烧香 不念经 不明理 根本不会去除孽障 即使那几年 经常捐几万美金到寺庙 却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改变 我的妈妈跟我一样 也只是懂得烧香磕头 不懂得念经还债 再跟着我们去了洛杉矶 纽约两场法会之后 才慢慢开悟 妈妈那段时间 一直有点咳嗽 这患到以前 肯定以为是感冒过敏之类 不会当回事 可那次突然觉得 也想去医院拍个片子看看 没想到 这一下就查出来是肺癌 早早期 还好发现得早 可以安排手术 手术之后 一切都恢复得特别好 医生也说她很幸运 这种癌症都发展得很快 如果再晚来三个月 就根本治不了了 我妈妈也不停地说 这是菩萨的保佑和催促 才让她去的医院 自从这以后 妈妈也开始努力地念经 之前都要靠我帮她念 现在她都自己天天念小房子 感恩观世音菩萨保佑 我女儿在2012年的时候 跟一些朋友去赌场玩 没想到很快就揽上赌影 让赌诚信 自己口袋里的钱输光了 就问别人借 她那时候住在家里 花销并不多 可是为了赌 为了能借到钱 她不惜把自己说得很可怜 要付房租啊 要帮妈妈等借口 从老师同学到亲戚朋友 从美国到中国 都被她借了个遍 而我们每次都是在最后一刻 别人追上门来要钱的时候 才知道她欠了那么多赌债 为了帮她还债 我们卖掉了辛苦工作 赚来的房子 可是这都还不够 她没钱的时候 就跑回家 求我们替她还债 还来我的店里打工还钱 可是不到一个月 有了一点点钱 就又偷偷摸摸地出去烂赌 我公老公每天都心力憔悴 两个人每天累死烈活地工作 为她操碎了心 可是女儿一点看不到 我深知这是自己的业障太重 有打胎的小孩 更是自己管教无方 在此深深的忏悔 在2017年初 通过老乡指引 我终于走进了心灵法门的佛堂 感恩师父的白化佛法 让我明白这么多年不顺利的原因 知道了消毒如命的人 身上都有大灵性 甚至赌膜 感恩观音堂的师兄们 热心帮助我 告诉我怎么念经 如何许愿 我当机为女儿 许了八百张小房子 我也许了终身卢素 希望菩萨保佑 可以让我女儿 快点开始醒悟 当小房子念到快两百张的时候 女儿依然没有什么变化 还是沉迷赌博 师兄告诉我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往事的冤结 加上今世的业障 不会那么快就好的 一定要坚持 一定要坚信 这时候女儿告诉我 她经常做噩梦 被人追杀 甚至做梦撞车 每次梦里 都是观世音菩萨救了她 她也开始 跟我一起去观音堂了 开始念经 但还会时不时的去赌场扔钱 在我小房子念到 四五百张的时候 我又许愿 2020年 一定要度150人 把邀请八个人去法会的功德 都转给她 一定一蒙精进地 跟着观世音菩萨 跟着师父 学佛念经 我天天哭着求观世音菩萨 保佑 救救我的女儿 如果她真的肯戒毒 我一定会应书和现身说法 让更多人知道 佛法的书胜 没想到 有一天 女儿真的 像转性了似的 对我说 她不想再去赌了 她醒悟了 说赌博害死人 害得父母一起受累 没有任何附带条件的 就说 自己以后都不去赌了 还跪在菩萨面前许愿 女儿虽然赌起来没人性 但对佛菩萨 还是非常敬畏的 之前跟菩萨许愿放生 念经 她都做到了 还经常为师父大放生 在她念了一百多张小房子之后 她又自愿许愿 终身卢素 我好高兴啊 是心灵法门 救了我们全家 真的太感恩 观世音菩萨的保佑 感恩师父的加持 虽然我们入门的时间 还并不长 还在积极还在之中 就已经无时无刻地感受到菩萨的慈悲和关怀 想到自己刚开始念经的时候 每天跪在菩萨面前求啊求 自己都觉得难为情 怎么有那么多事情要求 菩萨不嫌弃我 让我很多事情都尽展顺利 我真的很感恩 我在此向观世音菩萨和师父发愿 我一定谨记自己的愿力 好好修心 认真行愿 坚定道心 多多感恩 越感恩 越能体会佛法的伟大 我的分享到此为止 如果有任何不如理 不如法的地方 请观世音菩萨 父法神菩萨 慈悲原谅 感恩大家